第三种途径是经历危机的体验 孩子童年时代经历的危机 比如亲人、朋友的生离死别和巨大变故等等 如果这些事件最终好转了 这种成功的经验会让孩子形成 不幸事件必定是暂时的、特定的和外在的解释风格 如果最终没有成功度过危机或者变故 那么绝望的种子会深埋在孩子的心中 这种认识会影响孩子对今后面对的新危机的看法 最终形成消极的信念和悲观的思维习惯 好 以上我们了解了导致悲观和乐观的根源是什么 那就是你对一件事的解释风格决定了你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 而解释风格是在童年时期就形成的 那么这种思维习惯是不是就会根深蒂固无法改变了呢 其实并不是 作者告诉我们 乐观是一种可以学习的技巧 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有效训练来改变悲观的解释风格 变得更乐观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个重要内容 如何远离悲观更乐观的生活呢 作者提供了一套ABCDE法 来帮助人们摆脱悲观思维 作者曾经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开展了一项为期多年的宾州大学心理弹性计划 实验结果显示呢 90%的参与者在学会ABCDE法之后都成功地改变了他们的悲观解释风格 并且能用更具有建设性的方法和手段处理生活中遇到的压力和危机 从而提升了幸福感 那么这套神奇的ABCDE法到底是什么 具体要怎么做呢 我们先来看看ABCDE法中的ABC模式 这一模式最早是由心理学家埃利斯开发的 A代表不好的事情 B就是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C表示你依照自己的想法做出的行为 也就是后果 当人们遇到不好的事情A的时候呢 会形成自己的想法B 而这些想法会引发不同的行为后果C 因此呢ABC模式其实就是你对这件事的解释风格 你可以通过记日记的方法记录下自己的解释风格 记录呢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不好的事A 这个部分记录要尽量客观不要做评论 比如说你可以这样写 我打电话约一个喜欢的女孩吃饭 但她说呢最近没空要准备职业资格考试 过一段时间再说吧 第二个部分是自己的想法 也就是对不好的事情的解释 但不要加上主观的感受 比如呢你的想法是 鬼才相信她说的话 这一定都是她的借口 她根本就不喜欢我 当然不想跟我出去吃饭 第三部分才是你自己的感受和行为 一般来说呢 你的感觉会不止一种 你都要记录下来 比如说你认为 我真的觉得自己很蠢很笨很丑 我还自以为她对我有意思 这都是我的一厢情愿 意想天开等等 你可以多记录几个ABC模式的案例 如果呢你发现 你总是持有悲观的解释风格 那你就需要运用ABCDE法则当中的 最关键的一环D 也就是反驳 来中断这个负面的ABC循环 D环节 其实就是跟自己的消极想法争辩 当你学会了自己反驳自己 你就可以有效地改变自己的 悲观解释风格 当你下次再遇到不好的事的时候呢 你也不会再抑郁了 那具体应该怎么反驳呢 作者在书中介绍了 以下四个重要途径 途径一 证据 反驳消极想法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去举证 证明这些想法是不正确的 是对事实的扭曲 比如呢 你可以冷静地回想一下 这个女孩平时对你的态度 她每天晚上都会和你聊天到深夜 平时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 她都会坐在你旁边 因此 她至少不会讨厌你 而且啊 你的身高 长相 谈吐 工作 都还是不错的 有了这些反驳的证据 你就可以进入途径二 寻找其他的可能性 通常啊 一件事情的发生 不会只有一个原因 而是由多个原因引起的 比方说 女孩拒绝你的邀请 也许是真的要准备考试 她那天身体欠佳 还有可能呢 她对单独和你吃饭 有点害羞 或者呢 她真的对你不感兴趣 把你当成了备胎 悲观的解释风格 通常是去找最糟糕最消极的理由 而你的任务 就是要打破原有的思维习惯 训练自己去寻找各种可能的原因 从而呢 对悲观的想法做出反击 要把重点放在可以改变的特定的非人格化的原因上 途径三 暗示 如果很不巧啊 你的消极想法和事实是相符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对自己说 即使我的想法是对的 但这个想法会给我带来多坏的结果呢 比如啊 最后你发现这个女孩呢 真的只是把你当了个备胎 她找到男朋友之后呢 就把你一脚踹开了 难道我今生就非她不娶了吗 这辈子我就找不到其他女孩了吗 为了这种女孩子伤心难过 值得吗 途径四 用处 试想一下 如果你一直去想 这个女孩不喜欢你这个问题 结果只会影响到你的情绪 这会让你无心做任何事情 而且呢 如果一直坚持这个想法 可能会引起更多的痛苦 那么这个想法对你又有什么用处呢 倒不如就此放下来得轻松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呢 反驳的作用 不是要让自己的想法与事实相符 而是猛烈地攻击自己的消极想法 摆脱负面情绪 再进入到ABCDE法当中的E 激发状态 产生更积极的行动 或者是它能让你找到 更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比如说你总结经验 以后呢 再遇到自己喜欢的女孩子 要更主动一些 不要总是拖着搞暧昧 好了 以上就是ABCDE法的详细步骤和运用方法 首先呢 要找出不好的事跟你的想法和后果之间的关系 如果你发现你总是持有悲观的想法 那么你就要努力通过证据 其他的可能性 暗示 用处等方法对自己的悲观想法进行反驳 最后一步是激发 这一步呢 能够让人们检验自己的思维方式改变之后 是不是带来了行为的改变 如果你能够从这个过程当中得到启发 就能够通过此事慢慢地调整自己对每件事情的看法 举一反三 将这种方法呢 变成一种习惯 从而养成乐观看待问题的积极思维模式 那么要是孩子遇到了不好的事情 父母应该如何运用ABCDE法来帮助他们呢 我们先来听一个例子 小林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 她很活泼开朗 学习成绩呢也一直很好 就是有点胖 最近妈妈发现小林总是闷闷不乐 吃饭呢也只吃一点点 这让妈妈很担心 一天晚饭之后妈妈就问小林 小林 最近学校有什么高兴的事啊 没有高兴的事 但是有伤心的事 小林不高兴地回答 什么伤心事啊 能告诉妈妈吗 妈妈问道 前几天等校车的时候 其他班级的学生走过来 他们叫我胖子肥猪 我很难为情 觉得现在班上的同学都在嘲笑我 他们总是偷偷说着什么 我想肯定是在说我的坏话 他们不再喜欢我了 妈妈听到之后 拉着小林站到镜子前对她说 小林 你看看自己 并没有多胖啊 你只是比别的女孩重一点 虽然呢 你不像你的好朋友 苏西一样瘦 但是呢 你也不是肥猪啊 脸圆圆的 长得多可爱啊 特别是笑起来 很好看 小林看看镜子里的自己 觉得妈妈说的有道理 而且呢 我还有许多朋友 他们不在乎我是不是比他们重 苏西啊 娜娜呀 还有月月 他们都非常喜欢我 我们在一起也玩得很开心啊 想到这里呢 小林就觉得心情好多了 妈妈接着说 而且呀 你现在正处在生长期 有一点婴儿肥也是正常的 妈妈小时候也是这样的 其实呢 妈妈觉得你这个样子蛮好的 不过你如果想要跟苏西一样瘦的话 也是可以做到的 真的吗 妈妈 小林很感兴趣 嗯 真的 只要你饭后啊 尽量少吃点小零食 少吃甜点 你很快就会瘦下来的 妈妈告诉小林 我知道了 妈妈 请你监督我 从明天开始 我要尽量少吃小零食 而且呢 晚上我要跟您一起 做一会儿运动 这个例子当中 小林因为胖 遭到其他同学的嘲笑 这是不好的事情 A 她认为呢 自己确实是个胖子 同学们不再喜欢她了 这就是因为此事 而产生的一个消极想法 B 小林觉得非常难为情 想要逃离朋友 而且一直闷闷不乐 那这个呢 便是后果 C 妈妈在了解了小林的ABC模式之后 给予了积极的疏导 告诉她 其实并不太胖 只是暂时的婴儿肥 看起来啊 很可爱 而且呢 小朋友们也没有疏远她 很喜欢她 这是反驳 D 小林在妈妈的开导下 产生了激发的行为 E 小林呢 决定以后少吃零食 多运动 因此呢 父母平时要多注意观察孩子 当发现孩子有不良情绪之后呢 一定要及时了解情况 首先呢 要帮助孩子确定自己的ABC模式 然后呢 引导孩子往积极的方向发展 这样才能让孩子形成乐观的解释风格 从而呢 成长为一个乐观积极的人 虽然ABCDE法可以帮助我们改变悲观的解释风格 但有人却觉得 这种方法有把过错都推到别人身上的嫌疑 会成为一些人逃避责任的借口 所以呢 作者告诫我们 ABCDE法并不是教会你自私自大 它是教你在遇到挫折和失败的时候 如何与自己对话 让你从更积极的角度来考虑挫折和困境 好 这里呢 我再来为你简单的梳理一下这本书的主要观点 每个人出生后 由于不同的学习经历和人生体验 基本上会形成两种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即悲观和乐观 而造成这两种不同的根据原因 就在于个体的解释风格 虽然一个人的解释风格形成于童年时期 但是在之后的发展中 个体的解释风格是可以改变的 也就是作者强调的 乐观是可以习得的 通过ABCDE法 不仅可以改变人们悲观的解释风格 而且呢 还可以预防成人和儿童的悲观情绪 人生的道路曲折而漫长 生活的快乐与否 完全取决于你对人事物的看法如何 希望本书教会你笑对人生中的经济坎坷 培养更乐观的心态 好 活出最乐观的自己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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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